同一企业海滨厂的矿泉水工厂最近遭到当地的居民投诉 指出为了运送矿泉水 时长有大型的连结车在半夜两三点 行经工厂唯一的连外道路冰二路并且发出了噪音 新北市环保局也前往会刊 同一企业云落改善 同一企业海滨厂为矿泉水工厂 近日遭当地民众投诉 指出为了运送矿泉水 时长有大型连结车在半夜两三点行经工厂唯一连外道路冰二路并发出噪音 新北市环保局前往会刊 同一企业也云落改善 这条就是唯一的一条连外道路入口处的节水沟盖 因为长时间大车重压早就已经毁损 又矿泉水工厂的车辆每天都会行进这里 巨大的声响也吵得附近住户不得安宁 这个行驶半夜车银车大车 大车不要在这里出入了 这个山海水工厂水果盖 它也有破损 已经有造成噪音 大家居民都在欢迎 所以这个也要来做改善 九点到七点 这段时间 夜间不能开 这个是暂时讯 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水果盖 它统一乐意交付 请七公所尽速规划出来的时候 那个金钱的问题就是统一 矿泉水要负责 对于大车经过造成扰民 统一企业也云落会改善 勾盖回损部分会负起赔偿责任 至于车辆行驶的时间也将会有所调整 继续成为瑞芳采访报道